富咒的公司成功上市 苏苏,你真让我恶心 赶紧来把她带走 另外,别指望我给你一分钱 除非你去死 养母压抑难过的声音 透过手机,富咒 苏苏走了 团团小,还不知道 我这就去带她回来 团团不理解野种是什么意思 待在原地勤着泪 倔强地抬头看着富咒 小手更是无措地揪着 我飘在团团身旁 着急心疼地想抱抱她 身体却静止穿了过去 这四年,大概是舍不得 我都以鬼魂的形态陪在团团身边 从团团出生到四岁 从会吃奶壶 到盘山学步 一压学雨 没一天落下过 早上,养母推着板车去市场卖菜 叮嘱团团要一个人在家要乖乖的 谁知道养母前脚刚出门 团团就鬼鬼祟祟 背着自己的小书包 偷跑出了家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能仅凭一张照片和养母碎碎念中的地址就找到了富咒公司 还从前台问到了宴会地址 我着急地在富咒身边飘来飘去 能不能别小气巴拉的 你是个大人 他都哭了 你就不能抱抱他 吼完才意识到他听不到 四年了 我还是没习惯自己是只鬼 吴是快要哭出来的小人 富咒阴着一张脸 小孩,我不是你爸 你妈走哪儿去了 你去找他 小团子拽着富咒西装衣角 不肯撒手 你撒谎 你就是爸爸 我在妈妈手机上见过你 他气鼓鼓地撅着嘴 拼命不让眼泪掉下来 幼儿园的小朋友骂团团 是没爸爸的野孩子 都不喜欢我 爸爸也是不喜欢团团 才丢掉我的吗 之后 团团又露出过马路 不小心摔倒擦破皮的胳膊 呼呼 团团好辛苦 才找到爸爸的 听着团团的话 我的心都要碎了 富咒冰山般的神情 有一丝动容 弯腰抱起了团团 团团高兴地 立马抱住了富咒脖子 准备贴 可下一秒 富咒阔步走到保安面前 直接把团团扔到了保安怀里 语气冷漠 丢门口 以后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 随后返回到公愁交错的人群中 我刚感到一丝欣慰 被这一句气得直接化成了一缕烟 富咒 你真该死啊 他只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啊 我不放心 赶紧跟着飘了出去 团团背着小书包 脱腮坐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 身影孤单 弱小又可怜 我飘过去紧挨着他贴了贴 也坐在了台阶上 阳光下 我透明的手指从短绒绒的发丝间穿了过去 摸了摸他圆滚滚的小脑袋 团团 对不起 爸爸他只是不知道你是他的女儿 妈妈 团团不怪你 软糯糯的嗓音吓得我心咯噔一下 以为团团能看到我 我又激动又害怕 飘到了他的正前方 才发现他是在对着腿上的照片说话 那是他央求着姥姥 洗出来的我手机相册里的一张自拍照 团团也不怪爸爸 一定是团团不乖 你们才丢下团团的 不愿意见团团的 对不对 我眼眶刷得一热 说道 不是的 团团 哭着哭着 团团就抱着小膝盖睡着了 我守在他旁边陪着他 明明是很温暖的午后 游离在空气中身为鬼的我 却一点也感受不到 我手肘支在膝盖上 掌心拖着脸颊 自从当了鬼 整日里飘来飘去 路都不用走 脸都胖了一圈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心宽体盘 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养母还没来 就在这时 团团英明了一声 小脸蛋红彤彤的 额头细细蜜蜜地冒着汗 我摸不到他的体温 只能凭经验猜测他是发烧了 看了眼四周人来人往的车辆 担心团团一个人呆在外面出事 也担心他高烧烧坏身体 我火急火燎一溜烟返回宴会厅 复咒还在寒暄 聚光灯下 他成熟稳重 光彩夺目 浑身散发着成功人士的魅力 西装衬衫包裹下的宽肩窄腰 皆是有力 跟四年前 我们挤在租的二十平米都不到的出租屋里 吃着泡面的大学生模样 判若两人 样貌体态鹤立鸡群 我几乎不用找 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他 我飘过去 趴到他的肩膀上 扒拉着他的耳朵 着急地喊道 喂 你快去看看团团 他好像发烧了 他就这么睡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 很危险的 万一被坏人带走了 怎么办 一着急 我又忘了自己是个死人 傅咒听不见 我就这样在演讲厅和门口焦灼徘徊 幸好傅咒一如既往 在公开场合不爱多讲话 我焦头烂额飘了二十分钟 他才终于结束行程要离开了 离开酒店的时候 他看到了门口靠着柱子 缩成一团的团团 我 你快点摸摸他的头 看是不是发烧了 正亮的皮鞋停顿了下 傅咒扭头问到司机 没有人来接他 没有 这小孩一个人 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了 再打电话催催 说完唇角勾起讥讽的弧度 叶苏苏你可真行 对自己的女儿都这么不负责任 老娘死了 你让一个死人怎么负责 在傅咒第二次喊人打完电话后 杨母才急匆匆地赶到 身上的围裙都没摘 还拎着几包没卖完的大白菜 杨母点头哈腰朝门口保安说道 对不起啊 麻烦你们了 之后 她拍了拍团子的脸 团子醒醒 姥姥带你回家 这脸怎么这么烫 团团 杨母背起团团走的时候 我看到傅咒坐在不远处的车里看着 等人走远 我最后看了傅咒一眼 也准备飘走 却发现她突然发动了车子 不远不近地跟着马路旁步伐蹒跚的杨母 杨母带团团去了附近的诊所 傅咒就把车停在诊所对面 她开着窗 手伸在窗外 骨节分明的手指尖 细烟一鸣一暗 活着的时候 你不是厌恶到都不想瞧我一眼吗 现在又盯着我们的女儿做什么 哦 你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儿吧 回到家 小区的老邻居们朝羊母打招呼 回来了 吃了没 团团又跑出去玩被抓回来了吧 团团虽然不开心 身体也不舒服 但还是有礼貌闷闷地回了爷爷奶奶一声 周爷爷李奶奶好 我去找爸爸了 邻居爷爷奶奶们面面相去 熟一点的都知道这孩子从小没爸 养母叹口气 无奈到 自从上了幼儿园 见别的孩子都有妈妈自己没有 就天天喊着要妈妈 今天又跑道 算了 不说了 等走远 邻居还是一脸对团子的心疼 可怜的孩子 刚出生就没了妈妈 亲爸也不知道是谁 有不太了解叶家情况 八卦的大妈问 叶家那丫头是怎么没得来着 邻居阿姨深深叹了口气 听说是在去找孩子亲生父亲的路上 出了车祸 导致早产 送到医院的时候 大人就已经快不行了 最后只保下了小的 那丫头也是可怜 才25岁就没了 哎 几个大妈的话没说完 就被浑身卷裹着冷气 急不走来的男人打断 难以置信 与紧张复杂的情绪 在复咒脸上交替出现 你们说的是叶苏苏 对啊 叶家那丫头 叶苏苏 复咒讥讽轻笑出声 他 死了 不可能 他不是结婚了吗 为什么会不知道 孩子亲爸是谁 哪里的是哦 那丫头没结过婚 只听说跟一个姓傅的 谈了好几年 复咒有一瞬间的恍惚 又问一遍 他真的死了 不可能 那女人那么坏 怎么可能会死 邻居被眼前陌生男人 奇怪的语气和举动吓到 人死这种事情 是能乱说的吗 就是 死者为大 我们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吗 小区邻居们 七嘴八舌的议论 复咒已经听不下后面的话 他不相信 复咒朝着养母和团团 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 他要去问清楚 他们一定是骗他的 养母刚把吃药后 要笑发作睡着的团团 放到床上 屋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打开门 复咒微喘着粗气 开门见山 我找叶苏苏 叶苏苏在哪 养母周芬没见过复咒本尊 但是在手机里 见过我和复咒的合照 所以是认得他的 我们家不欢迎姓傅的 滚 复咒扒着门框的手指指度 泛着清白 他到底在哪 养母一贯和矮和善 此时却冷若冰霜道 在哪 死了 苏苏死了 早在四年前就死了 复咒发疯了一般 推开养母 就地冲进了屋里 边找边喊 叶苏苏你出来 你又骗我是不是 还联合别人一起骗我 别玩这种把戏了 你想要钱 我给你就是 养母被这句话 弃得手一哆嗦 碰掉了杯子 傅先生 人死为大 还请你别这么侮辱苏苏 杯子硬生碎了一地 满地都是玻璃茶子 找了一圈没找到 白天还意气风发的男人 这会儿身上莫名多了些颓废感 他紧握着拳头 祸害一千年 你都没把我祸害够呢 叶苏苏 你怎么能死呢 我刚飘进屋 就听到了这句 瞎嗶嗶 我祸害你什么了 复咒 谁刚刚还说 叶苏苏 除非你去死 亲眼看到我死了 你咋 还有几眼了呢 我飘进家后 坐到了我的专属位置 供奉一项照侧边的椅子上 这四年 我不是没想过离开 只是不管我以哪种方式 自枪破体 第二天 还是会回到这张一项上 听起来很神奇 但是真的 我是一只想死 都死不了的阿票 我一度怀疑 是不是复咒 对我下了什么咒 咒我不得往生 但我没有证据 说起来 一项上这张照片 还是我跟复咒的公司 正式创立那天 我们去海边庆祝 他帮我拍的 当初的他申请款款 酥酥 你陪我吃了这么多苦 等公司走上正轨 我一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 就拿这张照片 当婚照怎么样 谁承想 婚照最后一减为二 成了我的遗照 似有所感 发了一圈风后 傅咒才注意到了 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人 曾经唇红齿白 巧笑烟熙 照片出自他手 他记得清楚 如今却变成黑白照片 躺在墙上 他也清楚 没有人会把 还活着的人的照片 做成黑白照 叶苏苏 真的死了 震惊 痛恨 悔恨 懊恼 悲痛的情绪 短短几秒 在复咒的脸上交替出现 最后 他沉生 像是给自己答案 他真的死了 死了四年了 养母给我点了支箱 下烛课令 复咒 您贵人是忙 就别在这里 惺惺做太演戏了 人活着去找你 你连见一面都不肯 现在人死了 你又装出这副样子 做什么 复咒眼眶泛红 养母继续插刀 实在想见苏苏 你要不活葬了自己 去地底下见一面 半嗓 复咒才出生 嗓音充满疑惑 叶苏苏什么时候来找过我 我抄起拖鞋 就想砸过去 你押装失忆 还装到我排位前来了 要不是因为去找你 我能出车祸 怀孕的第十个月 大雪天 我去公司找过复咒 却意外撞见 他跟业界投资 大佬唐家的二千金 也是我们同专业的师妹 举止亲密的画面 他连见我一面都不肯 托人给我传话 副总让我转达你 他嫌你恶心 以后还是不要再来公司找他了 这是他给你留的体面 别给脸不要脸 回来的路上 我情绪不稳 出了车祸 早产大出血 加全身多部位骨折 医生拨通了复咒的电话 叶苏苏家属 叶苏苏现在大出血在医院 你赶紧带着钱过来 地址是 XXXX路第一医院 彼时 复咒正跟唐师在一起 生怕他知道 说了句 骚扰电话 挂断了 等不来我通讯录里的老公 医院无奈联系了养母 养母带着存折过来后 我才被送进了ICU 第三天的时候 医生不停地催交钱 催养母赶紧补其医药费 另外 医院还要求再准备50万 不然他们就要撤仪器了 养母哪里有那么多钱 养母又打电话给傅咒 发现手机号被拉进了黑名单 等东拼西凑借到了50万 我却因抢救不及时 死在了手术台上 团团被保住了 而我离开了这个世界 傅咒离开了养母家 宽厚结实的肩膀 有一瞬间很孱弱 我飘到供奉我一向的桌子前 须捧起苹果 想嗅两口 灵体却突然像是 被谁拽着似的 被迫往门外飘去 飘着飘着 我离傅咒越来越近 夜色下 他手挽着西装 一身黑走在小区里 到他身边那一刻 那股无形拽着 我的力道才消失 他低声呢喃着什么 我听不清楚 随后 他开车在路上狂飙 最后停在了一栋大厦前 这栋楼的18层402室 是我们当时租的 第一件办公间 傅咒打开门进去 让我诧异的是 屋内所有装修和摆设 还维持着四年前的样子 我买的装饰小台灯 特意在西北角圈 出来的放松休息的区域 我们一起去商场挑选的懒人沙发 都还躺在那 我搞不懂傅咒了 为了前途抛弃我的时候 那么恶劣地对我 为什么还要留着这间屋子 维护着我们当时的回忆 傅咒躺在那张 我们曾经欢爱了无数次的床上 叶苏苏 你怎么能死呢 鬼的记忆留不了多久 毕竟不进食 不喝水 只靠空气来维持魂体 记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 很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 但是关于傅咒的那部分记忆 就像是被放进了一个带锁的小盒子里 风存在了脑海里 现在被他一触碰 啪 散开了 我和傅咒 是A大十四届大学 新生报道第一天认识的 我是外省到A市上学的 带的行李比较多 两个行李箱 两个大编织带 新生宿舍在五楼 办完入学手续 我便开始发愁 怎么把行李扛上去 就在这时 我的肩膀就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 一回头 阳光健康的男孩咧着大白牙笑 需要帮忙吗 同学 看你东西挺多的 他的牙齿很齐整 给人一种干净的少年气 我也没矫情 那麻烦你了 交换了姓名后 傅咒帮我把行李搬到了宿舍 室友几枚弄言打趣 以为他是我男朋友 被傅咒红着脸否认了 那天晚上 我请傅咒去撸了一顿烤串 聊天时惊奇发现 我们不仅是同一个专业 还是同一个班的 缘分就是这么猝不及防 他之后又回请我吃饭 一来二去 也算熟了 我闲着没事就去他宿舍撸串 他室友全都认识我 还是听他室友说才知道 傅咒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 考入我们系的 长得帅 还是个学霸 鼓励我进水楼台先得月 拿下 但我那会儿对谈恋爱 没有世俗的欲望 于是当我大一还在勤勤恳恳 一节课不旷 一个字没听 主打陪伴的时候 听到传闻最多的就是 计算机系的傅咒又拿了什么奖 各种奖项奖金拿到手软 某个周末 他喊我出去聚餐 说他朋友都在 期间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傅咒选了真心话 室友几枚弄眼问 有没有喜欢的女生 就看到他脸红红的 有 我竖起小耳朵 吃瓜吃得起劲 谁啊 谁啊 傅一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喝了口酒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下巴你赢了 我就告诉你 从来都走在八卦最前线的我 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机会呢 我撸起袖子 来劲了 然而到了第三轮 我才赢了一把筛子 我醉熏熏插腰 一脚踩在桌子上 我赢了 说吧 傅同学 你喜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傅咒笑起来眼睛亮灿灿的 他摸了摸鼻子 叶苏苏 你是真傻 室友A笑的贼大声 叶苏苏 他喜欢的人是你 你看不出来吗 我跟傅咒在一起了 好像阴差阳错 又好像是顺理成章 我都没太理解 傅咒到底喜欢我什么 后来我总问傅咒 你当初跟我表白 是开玩笑的 还是认真的 他说道 当然是认真的 不过 我也不差 傅咒是技术股 而我擅长社交 大二和大三 我谈恋爱期间 也没落下功课 还积极参加 校内外社会活动 到了大四下半学期 我成功拉到了一笔投资 毕业级创业 万软件公司就这么被我们拉扯起来了 第一年 两个人都忙成了狗 我和傅咒租了一间四十平不到的单件 工作吃饭主都是在出租房里解决 过得食材 但看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不断茁壮成长 也算是累并快乐着 我跟傅咒约定好了 等公司成立三周年的时候 我们就领证结婚 可变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傅咒受邀去参加了一个青年企业家交流会 近一年愈发喜怒不形于色的他 参加完交流会回来 脸上藏着压不住的兴奋和喜悦 抱着我原地转了好几个圈 唐国天 你知道吧 业界很有名的投资人 唐先生说 很看好我们公司的发展 想要给我们投资 苏苏 我们离上市又进一步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意气风发又自信满满的样子 是我最喜欢的 我勾着他的脖子 在他唇角浅着了一口 嘿嘿嘿地笑 富咒 你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浅着着 他的呼吸忽然变得粗重起来 手也开始不老实 掐着我的腰 手托着我的屁股 眼神暗示 意味很明显地抱我进了浴室 富咒每次一高兴 就爱变着花样姿势折腾我 一番不可描述两个小时后 他神情艳足 宝宝 跟你商量个事情 嗯 唐总的女儿 今年刚从A大毕业 想来咱们公司实习 那是学妹啊 没问题啊 我翻了个身 用发烧逗了豆腐皱 这点小事 你还跟我说 明天直接让他去人世报道就行 他扮支着身子 低头吻我 又腻歪了好一阵才罢休 第二天 我就见到了唐师 长相青春甜美 是个人来熟 只是他看我的眼神 带着一股说不清到不明的敌意 但很快 我就明白这敌意来自哪里了 身为唐家小公主般存在的唐师 一来公司很奢华很高调 LV最新款的修身连衣裙 搭配Gucci包 随便一个钥匙扣 都是几千块钱 上班第二天 他大手一挥 请公司所有人 喝某月色家的招牌奶茶 要知道 某月色在A市还没有开店 想喝还要去外省买 拿到奶茶的同事很是惊喜 说道 A市离武汉700多公里 我看着奶茶日期还是今天的 唐师你怎么做到的 嗨 跨省外卖啊 喊武汉的外卖小哥 去店里排队购买 再搭乘最快的高铁 几个小时就送过来了呀 另一名同事咋舌 天哪 这要花不少钱吧 我一直想去打卡来着 唐师 谢谢啊 今天借你的光 终于喝到了 不客气啊 大家喜欢就好 我和复咒在同一间办公室 唐师探头探脑敲了敲门 进来后便直奔复咒的位置 学长 请你喝奶茶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一脸的娇羞 看向复咒的眼神充斥着爱慕 他似乎也没打算在我面前掩饰 就那么把小心思赤裸裸暴露在我面前 你们喝吧 我不喜欢奶茶 复咒头也没抬 话刚说完 他的工作手机响了起来 复咒侧头夹着手机拿起西装 跟我交代了一声便要出门 只是在要出去的时候顿了一下 对唐师说道 以后在公司就不要叫学长了 唐师尴尬地吐了吐舌头 知道了 副总 却还是把奶茶放到了复咒桌子上 目光依恋地看着复咒的背影离开 他才扭头看向我 一改刚才的小鸟依人 居高临下 神情傲慢 以前没见过苏苏姐 还在想学长这样的天之骄子 会喜欢什么样的人 今天见了吗 他从头到脚 从上到下打量我一眼 目录不善 苏苏姐 没人说过你跟学长一点都不配吗 你刚刚是第一个说的 那不好意思哦 我说话一向比较直接 苏苏姐 你别在意 我爸爸特别看好学长 从交流会回来 就一直在夸他 说学长将来肯定会有一番大作为 只不过 他得选择一个 对他事业有帮助的女朋友 推他一把 苏苏姐姐 你没钱没人卖 听说还从小被父母抛弃 是被邻居带大的 我感觉这个人不会是你哎 你的家庭背景 只会是学长的阻碍 我给大家买了奶茶 这是给你的 很好喝 你记得尝尝 本着对金主的女儿 要客客气气对待的原则 我本不愿跟唐师发生什么冲突 也念着她是同校的小师妹 人家来这里实习 我就好好照顾一下 但 她明知富咒有女朋友 还当着我这个正主的面 孔雀开平 再客气 是不是就太给脸了 啪 在唐师扭着腰准备出门的时候 我伸腿 一脚把门踢上 出于好心说话直 那是好意 但明明恶意满满 却还拿说话直当幌子 那就是嘴贱了 不好意思 我说话弯 你好好理解一下 我一向不惯说话直的人 你喜欢富咒吧 我开门见山 戳破了她的心思 对 来这儿也是为了她 没错 唐师回答得坦坦荡荡 在论坛上第一次见到学长 我就喜欢她了 一见钟情 叶苏苏 你和学长是长久不了的 唐师的话算是颠覆了我的世界观 知三当三 还三得这么理直气壮 我笑了 唐家是有钱 唐先生在这个圈子是有很大的人脉和影响力 但你凭什么以为 钱可以抵得过我跟富咒几年的感情 明知道我跟富咒是男女朋友 还当着我的面强我男朋友 三观不正 人品扭曲 你这样的家教就配得上富咒了 唐师多少有点被这一脚吓到 你错了 我家教好得很 他双手还凶 我爸从小就教我 喜欢的东西就要争药抢 要不择手段 没有什么比让自己开心重要 原来你就喜欢吃 我轻责了一声 别人嘴里嚼过的剩饭啊 那你长这么大 活得也太可怜了 连口新鲜热乎的都没吃过 你 你骂我 我耸耸肩 唐师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气 把奶茶趴得摔到了地上 伸手就要打过来 我就等他动手呢 金主的女儿 好歹在我公司 我要先一巴掌甩过去 传出去影响不好 我就算在生气 也不可能失去理智 但如果他先动手 性质就不一样了 我都做好给他一座勾拳的准备 唐师的手腕 却在半空中被人握住 这里是公司 在办公室闹什么 是折返回来的负咒 唐师看到负咒 眼眶刷得红了 学长 我没闹 是苏苏姐她欺负我 我好心请大家喝奶茶 她不喜欢就算了 还摔到了地上 我也不知道 哪里惹她生气了 说着 眼泪巴搭巴搭落了下来 这切换自如的表演 真牛逼啊 我忍不住感叹 甚至还想鼓个掌 唐小姐这演技 要是去混娱乐圈 怎么不得混个四五线小花 来我们公司 真是屈才了 叶苏苏 负咒压着声线叫我的名字 她每次喊我全名 我就知道 她这是生气了 唐师 你先出去 负咒松开唐师 等她委屈巴巴地出去后 她才看向我 你跟她闹什么 你不知道 她是唐总的女儿吗 我知道啊 但是负咒 她翘我墙脚诶 唐师 唐家的千金 她喜欢你 来这里也全是为了你 你能懂 难道就因为 她是唐国天的女儿 她明着抢我男人 我就该忍 呵 要不是看在公司 需要唐总投资 我刚才直接动手了 负咒皱起了眉头 她整天搞技术研究 是个技术宅没错 但不代表她没一点情商 负咒弄明白事情原委后 转头 把自己桌子上那杯奶茶 扔进了垃圾桶 说道 我不喜欢她 她捏着我的肩膀 正视着我的眼睛说道 苏苏 我喜欢的只有你 也永远是你 以后娶的人 也只会是你 你不用因为这点小事 跟她生气 不得不说 负咒这句话 让我的气 直接消了一半 我知道不能怪她 但她的下一句话 差点把人给我气冒烟 我们后续还需要 唐先生的资金支持 而且这是在公司 你不该直接把奶茶摔了 你压的 我没摔她奶茶 是她自己砸的 说完 我为李翻江倒海 恶心的厉害 推开她就冲到了洗手间 最近一个月 我老是恶心想吐 吃点东西就犯酸水 跟负咒说了好几次 要她陪我一起 去医院看看 每次都有事被耽搁了 我以为负咒会跟过来 但是没有 等我从洗手间出来 就看到她在跟唐师说着什么 随后 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了公司 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 我又吐了 负咒 你陪我去医院看看吧 隔了一会儿 我才收到了她的消息 疏疏 唐总那边有点工作上的事 我需要过去一趟 这点小事 你自己去吧 那天晚上 临睡前 我刷到了唐师发的朋友圈 是一家高档空中餐厅 照片里 牛排 法国红酒 负咒和唐国天菊酒碰杯 相谈甚欢 唐师配的文案室 和爱的人一起工作 直到凌晨两点 负咒才拖着一身的酒气回家 我迷迷糊糊间打开了床头台灯 她见我没睡 错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吻了我一下 掺杂在酒气里的 还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 我一把推开它 你离我远点 哦 直到酸水被吐空 我才好受一点 等我从洗手间出来 富咒已经睡着了 一连几天 我只有白天才能在公司见到富咒 她似乎很忙 我们微信交流 也从我今天多吃了两盘菜 路边的小狗又趴在马路庄子上标记了 变成了早安晚安再忙晚点回 唐师依旧苏苏解肠苏苏解短地叫我 仿佛那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这天我又给富咒发消息 你能陪我去医院吗 宝宝 这个月怕是不行了 唐总介绍了个大单子 我临时要出差一下 大概一个月 等回来我陪你去 我需要的不是他陪我去医院 而是他的态度 唐师办了离职手续 负咒给他批的 人是来跟我说的时候 我才知道 恶心想吐的情况愈发严重 到后来都吃不下一口饭 我周末抽出时间去了一趟医院 化验结果 孕三周 我怀孕了 当晚 我就想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富咒 打视频电话过去 熟悉的脸 熟悉的声音 唐师穿着一身浴袍 出现在镜头中 苏苏姐 你找学长吗 她喝醉了 我晚点让她给你回电话吧 电视里才敢出现的狗血桥段 出现在了我的身上 我以为我会像电视剧的李女主一样 惊慌 难以置信 最后抱着手机哭 但我没有 毕竟一切都有既可寻不是吗 细想她出差以来 我每次打电话 不是没人接 就是还没说几句话 就被匆匆挂断 晚上找她视频 她总是以再应酬为由 从来没接过 微信上简短回了两句 人就消失了 我冷静得可怕 开口 这半个多月 复咒都是跟你在一起的 对啊 姐姐 学长没有告诉你吗 学长还见了我爸妈 我爸妈对她可满意了 屏幕里 她笑得挑衅 苏苏姐 你跟了复咒四年了 都不如我才认识她四个月了解得多 她跟我是一种人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你还没明白吗 她的野心很大 她想要三年内让公司上市 她就必须依赖我爸 就必须哄着我 你的用处 已经到头了 你现在对她来说 已经没有用了 其实苏苏姐 早点认清现实对你好 我挂断电话后半个小时 复咒打过来了电话 苏苏 我没告诉你 也是怕你多想 唐总让唐师以合伙人的名义 入股我们公司 刚才在酒局上喝多了 他送我回来的 送你回来 需要在你的房间洗澡 还穿着睡袍 不是你想的那样 鬼使神差的 我开口问 复咒 唐师和我 你选谁 就在这时 电话那头 再度传来唐师的惊呼声 好痛 学长我在浴室摔倒了 你能来扶我一下吗 我的手机里 出现嘟嘟嘟的盲音 行 我知道答案了 是我傻逼多于这一问了 前途最终还是赢了感情 所以当我在出租屋飘来飘去 飘了半个小时 眼睁睁看着复咒面前 扔了第七个酒瓶的时候 我也没想通 明明当初是复咒放弃的我 听到我死了 又在这伤春悲秋 醉生梦死个什么劲儿呢 打电话不接 去公司找了你一圈 发现不在 就知道你又来这里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回忆 思绪拉回 一个身材曼妙 烈焰红唇 踩着高跟鞋的女人出现在门口 手里还拿着钥匙 富咒竟然把我们小房子的钥匙给了唐诗 我飘过去 阴沉着脸绕着唐诗转了一圈 最后抬手左右勾拳照着他的脸来了一顿 虽然没有实际的物理攻击 但解气啊 唐诗抖了抖肩膀 怎么有一阵阴风飘过 叶苏苏住过的房子真是晦气 我飘到了他的正前方 晦气的是你吧 唐诗 气地四周张望了一圈 什么也没看到 但就是觉得 有股阴风老往脖子里钻 将地上烂醉如泥的腹肘 拖到了床上 唐诗不耐烦开口 公司今天成功上市 你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 什么时候娶我 复咒醉眼朦胧 唐诗 我谢谢你 这回没把我认成叶苏苏 看清楚人后 复咒翻身 一把掐住唐诗的脖子 四年前 叶苏苏是不是来找过你 是你赶走了他 还跟他说了那些很毒的话 是不是你 脖子被掐 唐诗使劲拍打着复咒的手 都过去那么久了 谁还记得 你快要掐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说 复咒发了狠 仿佛唐诗不说 他就真的会掐死他一样 我看着眼前这出闹剧 突然就很想笑 对 是我跟叶苏苏说 你嫌他恶心 让他从此不要来找你的 那又怎样 你敢说 你当时不是故意冷暴力 逼他离开的 你又是什么好人呢 是你先背叛他的 唐诗的话又唤醒了我的记忆 是啊 复咒当时但凡正面提出分手 我都敬他一句坦坦荡荡 唐诗嘴的厉害程度 我是见识过的 他继续说 青年企业家交流那晚 我说喜欢你 你也有女朋友为借口拒绝了我 但如果真的想跟我划清界限 又怎么会在我爸提出 想让我到你公司实习的时候 你一口同意了呢 你如果深爱叶苏苏 就不会给我一丝机会 你闭嘴 像是被一语中地 复咒有些恼羞成怒 唐诗却没打算放过他 一边是一步登天的机会 一边是窝在出租屋吃了一年泡面 辛辛苦苦帮你拉扯起公司的女友 舍不得叶苏苏的照顾和陪伴 又不想放弃我这么一棵摇钱树 复咒 承认吧 你从一开始就做了选择 我不是个好人 但至少比你坦荡 我至少敢当着叶苏苏的面说喜欢你 想抢走你 你连一句坦坦荡荡的分手 都不敢跟他说 你 就是个极度精致利己主义者 我随便让人辟了一张叶苏苏 和其他男人的照片 你就信他变心了 我说借由出差 带你散散心 你就陪着我玩了两个月 对叶苏冷暴力不闻不问 我说他离开你没多久就结婚嫁人了 你也信了 你还恨他离开你没多久就嫁给了别的男人 觉得他背叛了你 你只要稍微去查一下 就知道我当初在撒谎 但你没有 你闭嘴 傅咒怒了 我一直都知道 他是个极度爱惜羽毛的人 不喜欢别人指责他 掐在唐师脖子上的手 轻筋抱起 越收越紧 唐师笑了起来 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 你想知道叶苏苏怎么死的吗 一句话仿佛掐住了傅咒的命门 他的手缓缓松开 傅咒 是你见死不救 叶苏苏才死的呀 医院打电话问你要钱 你说是骚扰电话 还记得吗 傅咒整个人瘫在了床上 是他 间接地害死了叶苏苏 当时唐国天明里案里警告他 不要再跟叶苏苏藕断丝连 于是傅咒才在听到他名字时 就挂断了电话 之后还拉黑了 他后悔了 如果当时能多问两句 唐师被松开后 狠狠在傅咒脸上挠了一把 他似乎还觉得不解气 留下一句 敢掐我 你完蛋了 傅咒 他踩着高跟鞋 气冲冲地离开了 傅咒在房间待了三天 我也被迫在这里待了三天 说实话 看着他 这妇人不忍鬼不鬼的样子 我一点也不心疼 我还挺爽的 大概他的报应就是唐师 我被迫飘在他身边跟着他 傅咒先是驱车去了养母家 敲门很久没人开 他在门口塞下一张银行卡后 看了眼手机 静止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小星星幼儿园 咦 这不是团子的幼儿园吗 傅咒来这里做什么 放学后没过一会儿 团子就蹦蹦跳跳地出来了 傅咒走了过去 在商场上游刃有余的他 这会儿却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 面对眼前的孩子 最后只说了句 团团 对不起 爸爸前两天不应该那么对你 看着面前的男人 团团立马躲到了老师身后 团团不要你当爸爸了 你是个坏人 团团拽着老师的手 老师 我们快走 不要理这个坏叔叔 团团不认识他 老师一脸警惕地看着傅咒 这回轮到傅咒依依不舍了 看着团子的背影 他一脸懊恼 他真该死啊 这是他的女儿 他和苏苏的女儿 那天他对自己的女儿说那么严重的话 团团一定讨厌死恨死他这个爸爸了 傅咒一连来幼儿园好几天想接团团放学 无一例外 团团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有时候看到了就当没看到 背着小书包一路踢着小石子静直往家走 傅咒给他买了很多礼物 团团尽管很喜欢 但连看都没看一眼 当着傅咒的面 直接扔进了学校旁边的垃圾桶 我坐在副驾驶上翻了个白眼 傅咒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孩子苦巴巴去找你的时候 你不愿意认 现在想认 团团不要你了 唐师这天 把人堵到了学校门口 打电话不接 消息不回 天天来看这个小野种 你当我是死人啊 傅咒 你骂谁是野种 团团是我女儿 哟 现在叫女儿 忘了 在庆宫宴上你也喊她野种了 傅咒还没来得及 跟团团搭上一句话 唐师带来的保镖 就直接上去 把复咒打了一顿 下手挺重的 嘴角都被打出血了 害怕被团团看到 复咒亮呛站起来 硬拽着唐师到了车后面 这婚我不会结 唐先生那边 我会去说清楚 唐师甩开她 依旧一副大小节 居高临下的姿态 你说不结就不结 我四年的青春 跟谁算去 我可不是叶苏苏 你别想那么轻易甩掉我 此时正蹲在路边时 蹲子上看戏的我 有被伤害到 傅咒忍着怒火 咬牙切齿 说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肯放过我 我已经把话 跟你说得很明白了 我爱得一直都是苏苏 唐师翻了个白眼 我呸 你爱得只有你自己 别装深情了 叶苏苏要是活着 听到这句话 隔夜饭都得吐出来 他拍了拍傅咒的脸 这几年 我在你身上投入那么多 我爸用心栽陪你 你说不结就不结 乖 大白天的 别做梦 傅咒 这辈子我都不会放过你的 通知你一下 4月1号我们结婚 结婚后 你是成功的企业家 我是光鲜亮丽的傅太太 以后别再来找这个小野种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等唐师走后 傅咒气得一拳头砸到了车上 抱头懊恼 苏苏 我后悔了 我 呸 渣男 4月1号这天 咱就是说 现在的场面挺诡异的 我和傅咒 一人一鬼 他靠在车上 我蹲在马路牙子上 一起等团团放学 这是团团上幼儿园第一天的入学愿望 别人家的小孩上学第一天 又哭又闹 只有他乖乖的 他问养母 姥姥 团团这么乖 你能让爸爸妈妈一起来接我放学吗 此时此刻 也算是圆了团团的小愿望 放学了 团团没一会儿就从学校出来 一路蹦蹦跳跳 踢着小石子往家走 这时 突然一辆黑车及刹车在他身边停下 从车上下来一个大汉 抱起团子就塞进了车里 卧槽 我惊呼了一声 富咒自然也看到了 开车就追了上去 手机响起 富咒看了眼名字不想接 两秒钟后 微信弹出来一条消息 唐诗发来的 夜团是我让人绑的 富咒开免提 报了一句粗口 你疯了吧 他是个孩子 唐诗 我就是疯了 所以咱俩谁也别想好过 我超级想骂娘 虽然看富咒 跟唐诗狗摇狗我很爽 但是 能不能别牵扯到我的孩子 前面唐诗的车开得极快 很快就开到了长江大桥上 富咒在后面紧追 到了江边 唐诗一把从车内拽出了团团 小家伙明显受到了惊吓 哇哇大哭着 还不停地喊着姥姥 别哭了 吵死了 团团吓得立马缩成了一团 咬着小嘴唇 看到不远处跑来的富咒 眼泪才敢落下来 富咒沉声说道 有什么好好说 别伤害孩子 我跟你好好说的时候 你离我了吗 唐诗冷笑一声 抱起团团一步一步 开始往后退 很快就退到了大桥边上 他双臂举高 拖着团团就要往江里扔 我气得在旁边团团转 恨不能掐死这个疯女人 富咒试图跟唐诗沟通 唐诗 你别冲动 我跟你结婚 你放下他 你吓到他了 团团害怕 哇 唐诗摇了摇头 已经迟了 看到了吗 江对面 我们的婚礼正在举行 可是却没有新郎 富咒 你今天害我成了全A式的笑话 你让我不好受 我就让你痛苦 团团已经被吓得失声了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唐诗松手 团团从被桥上丢下去那一刻 富咒急不冲了过去 我也瞬间化成了一股风潮团团抱了过去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次 我没有从团团身体里穿过去 而是切切实实抱住了它 我感受到了它的体温 小小的一团 是那么软乎乎 我把团团抱回了桥上 另一边 由于富咒冲过去的惯性太大 它和唐诗两个人 齐齐从十米高的桥上掉了下去 砸出扑通一声巨响 团团似乎也看到了我 妈妈 是你吗 我能感受到 我的灵魂开始变得越来越透明 越来越轻 马上就要融化在风里 再还能感知到团团体温的最后一秒 我俯身亲了亲它的额头 宝贝 妈妈永远爱你 我想 我大概知道了 死后变成鬼 不肯离开的原因 亲眼看到唐诗和富咒的下场 以及保护团团 次日 A市娱乐版更新了这样一则新闻 唐市集团二千斤唐某和著名青年企业家傅某新婚当天发生意外 唐某当场死亡 傅某被救 但因其溺水时间太长 缺氧严重 不幸被诊断为脑瘫 据可靠消息 傅某曾被判陪他吃苦创业的初恋 唐某半路插足二人感情上位 让我们一起祝福这对新人 乔宇找到我的时候 我正坐在图书馆修改论文 他有点无措的在我对面坐下 穿着一条无袖小白裙 声音温温柔柔的 眼中满是无辜于可怜 我抬头瞄他一眼 便收回目光 指尖在键盘上飞速敲动 我即将博士毕业 要在六月前将毕业论文完成 况且图书馆也不是个说话的地方 等论文改得差不多 看一眼时间已经十一点半了 乔宇还在对面坐着 手里捧着一本书 他皮肤白皙 眼睛不算大 可瞳孔是少见的纯黑色 给人一种不安逝世的感觉 像极学生时代的笑话 我合上电脑 准备去吃个午饭 他听到动静 赶忙将书放回原处 跟在我身后离开 学姐 我是真的喜欢乐歌 他说这话时 带有很重的鼻音 仿佛下一秒就会哭出来 先吃饭吧 我直接打断他的话 我迈步很大的走出校门 以前为了多学一会儿 每次走路都特别快 后来这习惯就改不回来了 加上一米七二的身高 他要想和我保持同步的小跑起来 他在我旁边小口小口喘气 额头处也冒出细密的汗柱 五月份的北京 天已经热了 我们在校外一个小餐馆的角落坐下 这里环境不错 价格也不贵 你有什么忌口吗 我将桌上的菜单推过去 他紧咬下唇 眨着那双清澈的眼睛摇摇头 我将菜单抽回摊开 在几个我喜欢吃的菜后面打个勾 然后把它递给服务员 什么时候的事 我一只手搭在桌上 轻声询问 他低着头 小声回到 一个月前 这个时间正好 是我上次和周月吵架的时间 那一晚他一夜未回 周月知道你怀孕了吗 我端起一开始 服务员送上的温水 清米一口 他小幅度地摇摇头 没有说话 乔鱼 你是我学妹 你也知道周月是我男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永远都不能理解 一个人究竟能有什么理由 让他可以违背道德 去插足别人的感情 他抬起头 瞪大眼睛 眼眶里蓄着泪水 像只受惊的兔子 对不起 思佳姐 我知道这么做不对 可我没办法控制自己 对月歌的心意 你知道我是个单亲家庭 从小缺失父爱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和我一样 晶莹的泪珠 从他脸上滚落 乔鱼 周月是不会娶你的 这里不是美国 我说 堕胎犯法 你可以打掉这个孩子 我不知道 他是真的想要这个孩子 还只是想母瓶子贵 可我了解周月 他一定不会要这个孩子 如果乔鱼执意要留下他 他将来一定是会后悔的 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站起身来走到我旁边 扑通 一声跪在地上 思佳姐 我看出来你不爱乐歌 所以我求求你 离开他 成全我好不好 说完他想重重磕个头 我直接用脚挡住他的头 与地面亲密接触 不过他那一颗挺用力的 震得我脚发麻 周围的人也分分头来看戏的目光 我弯腰想拉他起来 可他像是被黏在地上 一抽一抽地哭着 像要断气似的 大有我不答应 他就哭死在这之事 我一咬牙 使劲将他从地上拔起 推他回到座位上 居高临下地说 我会和他分手的 他听到这话 眼泪一下止住了 想笑又觉得不合适 只能眨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 无辜地望着我 可我现在只想笑他 即使我离开周月 周月也不会和他在一起 02 从餐厅出来时 他面带笑意地说声谢谢 然后挥挥手向我告别 微风吹起他的发丝 阳光倾洒在他身上 美得像浮华 我眯着眼睛看他远离的背影 他不是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女人 我叫刘思佳 今年28岁 马上就要博士毕业了 我和周月从小一起长大 两家是邻居 小学 初中 高中都在同一个班 说一句青梅竹马也不为过 他自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长得好 头脑也聪明 在他身上 你能看到一个意气风发少年的所有样子 如果他是 天赋型 选手 那我就是 努力型 我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 才磕磕巴巴挤进前十 而且还不稳定 我长相普通 存在感也不高 是那种看到会眼熟 但却叫不出名字的人 我也像其他女孩一样 喜欢这闪闪发光的周月 可我没有他们表白的勇气 如果我再好看一点 或者成绩再好一点 也许有一天我足够优秀 那时我该会站在他面前 对他说一句 我喜欢你 就这样我一暗暗下决心 一定要将自己变得更好 好到能配上他 这次年纪第一又是周月 是啊 他好厉害 学习好 还长得那么帅 你们看过他打篮球没 好像有腹肌哦 我在旁边接水 听到一群女生谈论他 然后就是一片此起彼伏的 哇 叫声 回到座位上 周月递给我一颗苹果 我妈让我分你一个 你这次成绩不错呦 继续加油 他用手揉一把我的头 笑着回到座位上 好羡慕你和周月是邻居 我的同桌戳一戳我的手臂 撑着脸说 我并没有因为和周月关系近 遭到排挤 同大多数学生一样 平淡地迎来高考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努努力 应该也能和他在同一所大学见面 然而意外发生了 高考前几天 他爸爸夜间拉货时不小心出了车祸 即使拿出全部家序也没有抢救回来 为此还多了几十万的债务 也许亲人的离世对他打击太大 他高考落榜了 之后也没有选择复读 直接进入社会闯荡 我则以全省第三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 我曾去劝过他 希望他再来一年 我会在清华等他 可他摆摆手 说要承担养家的责任 他看向我的时候 眼神中有种说不清的悲伤 周月是个执拗的人 一旦做出决定 旁人再怎么劝也是没用的 这一年我十八 第一次出远门 去往距离西安一千多公里的北京 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分离 03 虽然相隔千里 但我们之间从未断过联系 我会和他分享哪个食堂的饭菜好吃 哪个老师讲课有趣 他就在那边安静地听着 偶尔附和几声 我问他怎么样 他说一切都好 等他赚钱了 就来北京看我 让我好好学习 还有阿姨让我叮嘱 你不要谈恋爱哦 你还太小 容易被骗 你让我妈放心好了 每天学习那么累 哪有心思去恋爱啊 我在这边假装抱怨 他的笑声从耳机中传来 有点低沉 像贴着他的胸腔 传入我的耳膜 我的脸开始发热 我们就这样在深夜分享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 差不多持续了一年 寒假回家他来接我 穿着一身卡其色的风衣 他比以前黑了一点 好像还长高了不少 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通过电话聊天 突然见到他 还有点不适应 他倒没有不适应 笑着过来拉过我的行李 主动和我聊起天来 聊着聊着 那股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放假居家的一个月 他好像很忙 除了那天他来接我 以及新年那几天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母亲说 周月这半年过得很辛苦 因为没有学历 找工作 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他 后来好不容易找个白酒销售的工作 白天各地到处跑向人推销白酒 晚上就去摆地摊 一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好在他能吃苦 又有贵人相助 一切都好了起来 现在他家欠的钱还轻了 生意也步入正轨 这孩子是个有前途的 母亲语气中掩饰不住对周月的欣赏 假期结束 回去时也是周月送的我 他陪我一起坐在后车厅等着列车到来 这一次他的眼中没有悲伤 满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从西安北开往北京的高310列车开始检票 广播中传来甜美的女生 我站起身 拖着行李箱去排队 家家 等我去北京找你 我回头就看到他在不远处插着口袋对我笑 像阳光般明媚 如春风般温暖 三个月后 我去高铁站接他 他抱着玫瑰处在人群中 像电影里的主角 所有人都模糊 独有他清晰 我激动地朝他跑去 等快要撞上 他时才意识到 这样未免太过热情 赶忙杀住脚步 他伸出手将我拽到怀中 我的脸贴在他的锁骨处 心脏开始 砰砰砰的加速跳个不停 他的怀中有淡淡的木质香 夹杂着玫瑰花的香味 恍如置身于清晨雾气未散的玫瑰庄园 差不多一分钟后 他放开我 将玫瑰塞到我怀中 牵起我的手 我不明所以地抱着花 任由他牵着我离开 一路上 我有很多话想要和他说 可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只能这样笨拙地跟在他身后 盯着他后脑勺出神 他的肩膀宽阔许多 完全褪去少年的轻瘦 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 终于我们在一个豪华的餐厅前停下来 来北京的一年 我一直待在学校 没出过校门 考入清华后 我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难以追上那些天资聪颖的人 像个溺水的人 努力滑动四肢 身体还是在不停下坠 原来有些付出 真的没有回报 可我不甘心 一个足够努力的人 难道就不能拥有那么一点点天赋 我整日将自己泡在图书馆里 早上六点起床背单词 晚上十点闭馆离开 即使这样 我的成绩也才是中等水平 当我还在回忆枯燥无趣的校园生活时 周月拉我进入餐厅 进去后 发现这里到处都透着一个 贵 字 来往的人画着精致的妆容 打扮的光鲜亮丽 只有我素面朝天 局促地站着 与这里格格不入 零四 他为我点了份牛排 开了瓶挺贵的酒 举杯想和我碰一杯 可我是不喝酒的 不过今天心情好 喝点也没什么 端起酒杯和他轻轻碰一下 微醺时 他从口袋中掏出一个丝绒盒子 里面是条粉钻项链 他问我 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 我被惊讶到 以为这是一场梦 我暗恋十几年的人向我表白 这个人还温柔帅气多金 我停顿了几秒后 才点点头 他从座位上起身 绕到我的背后 轻轻地将他带在我脖子上 我们在一起了 虽然相隔异地 但他每月都会从西安来北京看我 三年间往返的机票 车票差不多有一百多张 每次通完电话后 我就想明天他会不会来 处在热恋期的我们 恨不得24小时都和对方黏在一起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在西安成立了上市公司 我也通过努力 本科期间发表两篇塞论文 有幸成为那一届优秀毕业生 后来 我留在本校读研 周月也将公司从西安开到北京 延三那年 他来到北京 并在这买下一套房 我从学校宿舍搬了出去 和他住在一起 一天晚上 我握在他怀中追剧时 他拨弄着我的头发对我说 佳佳 等你读完研后 我们就结婚吧 我和周月谈了六年的恋爱 以前我们都忙 没有时间考虑结婚的事 现在好不容易安稳下来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看着电视剧中 男主物将女儿当成他的救命恩人 惹得女主跳下朱仙台 突然想到那天 一位年轻的女孩站在我面前 说她喜欢周月 让我离她远一点 我把这事告诉了周月 她跟我解释 那是她生意伙伴的女儿 一直在追求她 我说了我有女朋友 可她还不死心 她将我搂得更紧 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 嗡声嗡气地说 老婆 你看我这么吃香 你还不紧张点 用婚姻把我套牢 我假装生气地拧一下她的大腿 婚姻是自我约束 你要是心不在这 结婚证就是一张破纸 那是她第一次向我提出结婚的想法 后来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她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和那个女生没关系 特地带我去见她的生意伙伴 见面那天 她为我挑选一件六位数的礼服 还请了专业化妆师替我设计造型 一切弄好后 我第一次从她眼中看到惊艳 那天她挽着我 心情很好地推开包厢门 里面坐着一群男男女女 周总来了 一位身材有点胖 差不多四十多岁的男人 朝周月喊了这么一句 周月笑着回道 李总 好久不见 然后就挽着 我找一处空位处坐下 这位就是嫂子吧 上次的事是小女做得不对 我往某人自罚一杯 希望嫂子大人有大量 不要和她一小姑娘计较 说话的是一位秃顶的中年男人 端起桌上的酒 她脖子上戴着个很粗的金链子 大腹便便 端起桌上的酒 一饮而尽 这就是那天找你的女孩她爸 王虎 在浙江那边生产酒瓶 周月凑到我耳边小声地说 之后她又倒满一杯酒 冲着我端起 说要敬我一杯 我推托着说一句酒量不好 她听后立刻拉下脸 语气有点冲 嫂子这是不原谅王某了 我被她的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确实不擅长喝酒 目光求助地望着周月 她拍拍我的手 给我一个安心的眼神 你嫂子她酒量前 这杯酒就由我带她喝 说着她就举起酒杯站起来 可王虎似乎并不买账 今天刘小姐不喝这酒 就是看不起我王虎 王虎面露胸向地看着我 就在气氛变得胶着时 坐在上位的一位老人开口 刘小姐不妨接过这杯酒 她虽然头发花白 可声音听起来雄厚有力 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 王虎看了老人一眼 笑了 露出黄黄的牙齿 周月则神色莫变 她坐下将酒放到我面前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她示意我接过这杯酒 我倾朝一下 接过酒 站起来 王虎见我这样笑得 脸上的肉都堆在一起 眼神不停地往我身上飘 我忍着恶心将酒举起来 在她以为我要喝下去的时候 反手就将杯子摔在地上 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 踏出门的那刻 我听到王虎对我破口大骂 我没有理会 继续往前走 而周月没有出来 05 出来后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白天的高楼在黑夜中点亮 五彩的灯光编织出一个华丽的夜景 街角处 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女人 正跟一位西方老太太说着什么 在这座开放的城市 走几步就能看到国外面孔 刘思佳 有人从背后喊我 一回头 原来是林泽 我们是同班同学 后来还是同个导师 看背影像你 没想到真的是你 她小跑过来 一脸欣喜 我和她并没有太多交集 偶尔会有些学术方面的交流 她虽然和我一般大 但看着像个高中生 整个人散发着干净温柔的气息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你男朋友呢 她朝我身后看了看 没有发现周月 疑惑地开口问道 她有事要忙 我简单回她一句 林泽 打完招呼了吗 声音来自不远处 一个打扮偏嘻哈的男生 她旁边还站着三个男生 和两个女生 我朋友喊我了 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她说完这些 就跑向那群人 嘻哈打扮的男生 大笑着勾着她的肩膀 一行人继续往前走 我在大街上晃了好久 回去一打开门 就闻到一股很大的酒气 周月满脸通红地 瘫倒在沙发上 我走过去 想将她扶回卧室 靠近她时直接 被她一把抓住压在身下 把头搁在我的肩膀上 叙叙叨叨 说起这些年的不容易 原来那个老人 就是曾经邋遢的贵人 她每天都要陪 各种各样的老板喝酒 就算喝到吐 喝到进医院 等吐干净了 从医院出来了 还要回到酒桌上继续喝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和我签合同 只有这样 我才能给你未来 可这些我都不敢和你说 我怕你担心 可你好像只有你的研究 一点都不关心我 一点都不 有湿润的感觉从肩膀传来 她 哭了 我确实从未想过 她取得今天的一切 是如此不易 固执地认为 聪明人做什么都很简单 下意识忽略她的付出 我轻轻抚摸她的头发 她的哭泣声变得更大 不过很快又消下去 接着传出浅浅的呼噜声 那晚我们维持这样的姿势 在沙发上睡了一夜 醒来后半个身子都抹了 后来我尝试着去关心她 为她煲暖胃汤 为她学醒酒茶 她也答应我应酬会少喝点 每晚准时回家 这样的生活平淡又美好 虽然偶尔会有些小插曲 比如她外套上沾有香水味 比如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孩 上门挑衅 她年轻帅气还多金 自然不缺爱慕她的人 但我相信她对我的爱 所以完全不在意这些 可是爱不是万能的 尤其是只有一方的爱 我将靠在周月怀中的身体 做得笔直 转过头面向她 还是在等等吧 现在工作不好找 我想先读博 等稳定下来 再考虑结婚的事 佳佳 你可以不用工作的 我养得起你 她抓着我的肩膀说得认真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说了什么 总之是拒绝的话 可能我拒绝得过于坚定 后来的两年中 她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 06 对于这次乔余的出现 我一点也不意外 甚至有种终于解脱了的轻快感 很早之前 我就感觉到 我和周月之间存在着一条 无法逾越的鸿沟 模糊中存在一道声音让我离开她 她或许也是有感觉的 只是我们默契的没有去说开她 维持着幸福的假象 直到一个月前的争吵 这种假象才开始有破裂的痕迹 那天我通宵在实验室处理数据问题 差不多凌晨一点才结束 除了我 林泽也在 我的弄完了 先走了 我拿起包准备离开 我送你回去吧 这么晚了 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说着林泽就穿上外套 从位子上站起来 尽管我和她说 我的住处离学校挺近的 不用送 但她依旧坚持 最后我们一起离开实验室 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她走在我左手边近一米的位置问道 不清楚 等到时候再看吧 一阵风吹来 感觉有点冷 五月的夜晚还是泛着凉意 不清楚也没事 像你这么优秀的人 去哪里都会闪闪发光 我微微侧过头看她 她则目视前方 这些年 我不断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词 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达到他们所说的程度 我离那些真正优秀的人 还有好远的一段路要走 接下来谁也没有开口 沉默着走到校门 出了校门后 我看见路灯下蹲着个人 像是周月 我往她的方向走了几步 那人听到脚步声 朝我看来 真的是周月 她的眼中布满红血丝 眼底也有明显的清黑 就在我转身向林泽告别时 周月突然冲上来 在她左脸上挥了一拳 林泽被打得亮呛一下 周月还想继续挥拳 我赶紧抱住她的腰 阻止她继续伤人 周月停下来 低头看我 指着林泽大声质问我 你彻夜不回 就是和这个小白脸待在一起 我和她只是一起做个实验而已 我看林泽在一旁捂着脸 面露痛色 周月这一拳估计力气不小 那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为什么一个也没接 她继续又问道 我做实验一般手机会静音 倒扣在桌上 因为过于沉迷 中途也没看过手机 我刚想开口解释 她就打断我 不要说忙 没时间看手机 你就是和这个小白脸在一起 做些见不得人的事 她看着我 眼神轻蔑 周月 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和你一样肮脏 我气得直接扇了她一巴掌 她被我扇得偏过头去 随后用舌头顶了一下被扇的地方 等再转过头时 她的脸上已褪去刚才的愤怒 只剩冷漠 她扯起嘴角 好 我脏 我TMD就是世界上最脏的人 她说这些时 眼底涌现出浓浓的悲伤 不是的 我只是太生气了 才这么说的 我想上前拉她 她却被她躲了过去 伸出的手 无措地停留在半空中 零七 这一晚周月没有回来 我打她电话也是 无人接听状态 第二天早上开门 她捧着一大束玫瑰 站在门外 见我出来 神情有些慌张 我正想开口向她道歉 却被她抢先一步 佳佳 对不起 我不该怀疑你的 她小心翼翼地双手地上花束 用余光偷偷打量我 对不起 我也有错 我应该提前告诉你 我要实验到很晚 害得你为我担心 我接过她手中的花 顺便侧过身 邀她进屋 她身上还穿着昨晚那套衣服 皱皱巴巴的 我将花放下 想着她应该没吃早饭就赶过来了 准备给她下点面 在这期间 她去浴室洗个澡 出来时 额前的碎发被撩到头顶 湿答答地滴着水 原本立体的五官更加明显 我将煮好的面端给她 顺便拿来一条干毛巾 裹在她头上 轻轻揉搓 佳佳 你会离开我吗 她半滴着头 声音有点消沉 我替她擦头发的手顿了一下 很快又动了起来 假装无事发声 显然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心中那道声音越来越清晰 清晰到已经无法忽略她 好奇怪 即使你就在我身边 可我却感觉你离我好远 说着她就抓住我的手 就像现在 我明明抓住了你的手 感受着你的温度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 没有触碰到真实的你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 内心异常平静 等待下文 当看到你和那人一起从学校出来 我清除了这种感觉的来源 因为我站在你的世界外 我听不懂你说的专业名词 理解不了你想功课的难题 但她可以 她松开我的手 不说话了 原来她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我也感觉自己进不去她的圈子 不能理解她们 为什么不能冷静地分析利弊 选择最有利的一方 利落地将生意做了 非要通过喝酒 送礼等其他形式 在长久的沉默中 她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枚 放到我的手心中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结婚 但我还是想把她送给你 等你决定嫁给我的时候 只要你戴上她 我一定立刻娶你 她努力扯出一个笑容 眼里满是期许 我握住手指 将戒指攥在手心 回她一个浅浅的笑 她似乎有些失望 但很快又打起精神来 轻快地说道 来尝尝我老婆 为我做的爱心面条 她端起桌上的面 狼土虎咽地吃了起来 其实我手艺一般 当初想着照顾她 特意学了几个菜 结果刚学就把自己烫伤了 其实也不严重 就是手臂上被热油溅倒 起了几个水泡 但周月吓得立即送我去医院 回来后还不让我学做菜了 她却偷偷练起厨艺 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下 她才答应让我继续学做菜 在刚开始时 她会在一旁保护我 等我熟练后 就放心地将厨房交给我 不过味道比不上她做的 很多东西只要她愿意学 她就能学得又快 做得又好 08 和乔玉分开后 我独自走在校园里 路边的紫荆花已有颓势 她的花期结束了 刘思佳 好巧啊 林泽抱着书 站在我前面 向我打招呼 上次她被周月打后 我就没有见过她 一直想找机会 向她道个歉 心里这么想着 身体也自觉向她走去 上次的是对不起 你的伤没事吧 我朝她脸颊看去 但我好像忘了 她是那边被打了 没事 没事 你男朋友 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她捂着右脸 笑得眼睛弯弯的 你来学校有事吗 她问 来玩上我的论文 你呢 我也是 顺便再查一查资料 说着她拍一拍怀中抱着的书 我也看过这本书 不过还有些地方不明白 我注意到封面的名字 发现它是我曾经借过它 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正好我现在有时间 我看了眼高悬在空中的太阳 确实天色还早 就和林泽约了地方 探讨当时我没看懂的知识点 我发现好多问题 我和林泽见解一样 部分看法不同的 互不相让 纷纷举材料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不知不觉 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 过度用脑 使我鸡肠碌碌 林泽注意到我饿了 说请我吃饭 我摇摇头拒绝 既然决定和周月摊牌 那么最后也该吃了散伙饭 在出校园的途中 我们聊了会片 你平时追剧吗 她问 不怎么追 偶尔看看纪录片 我答 我也喜欢看纪录片 我最喜欢看艺术的力量 你呢 动物世界 空气有一瞬间的停滞 挺不错的 你为什么喜欢看动物世界 她又问 催眠 我再答 她不问了 我们很快就走到上次的校门口 告别前 她对我说 刘思佳 那个男人不适合你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看着一脸严肃的林泽 好像第一次见她这个样子 不免在心里自嘲一下 原来别人也看出我们不合适 我没有出声 向她摆摆手表示再见 然后转身往超市的方向走去 从超市买完菜 回到她买的房子 打开门 看见周月举着锅铲 从厨房走出来 身上系着我平常穿的粉色围裙 你回来了 饭很快就好了 今天还包了你喜欢乳鸽汤 她说这些时 眼角堆满笑意 要我帮忙吗 我换好拖鞋 拎着菜走到她旁边 不用 你去休息吧 她接过我手上的菜 将我推出厨房 我站在不远处 看着她忙碌的身影 心情复杂 其实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恋人 既温柔体贴 又能赚钱养家 半个小时后 周月从厨房端出最后一道菜 然后脱下围裙 挨着我坐下 动快吧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她盛起一碗汤 放在我面前 嗯 你也多吃点 我往她碗里加些菜 她似乎有点受宠若惊 嘿嘿一笑 有点憨 这顿饭她吃得很开心 脸上的笑一直没下来过 可我却未同嚼辣 不停纠结着如何开口 当她放下筷子时 我一咬牙直接脱口而出 乔玉怀孕了 09 说完我就后悔了 我说这个是为了什么 想表达她出轨了 所以才要和她分手 可问题明明出在我身上 我不爱她了 曾经我觉得我爱她这个人 后来发现我爱的只是她轻轻松松 考到第一的天赋 爱她屁腻众人的傲气 这些都是平庸的 我不能拥有的 可有一天 她身上不再具有这些品质 我的爱就消失了 归根结底 我爱的不过是折射到别人身上自己的欲望 恰巧这个人是周月 可我不敢承认这些 不愿直视自己的卑劣 所以我要将所有过错推给周月 她和其他人暧昧 她出轨了 佳佳 我那天不小心喝醉了 才和她 她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然后举起手 在自己脸上狠狠抽一下 接着又想抽第二掌 我拦住了她 她的脸上很快浮现出一个鲜红的掌印 我对上她发红的眼眶 每次对视 我都能看到她眼中的爱意 我想没有多少人能从这眼神中逃脱 周月 我们分手吧 我轻声细语道 声音平缓 没有情绪起伏 不要 我爱的只有你 我会解决好这件事的 我们不分开 好不好 她撞若疯癫地抓住我的手臂 语气里满是祈求 周月 就算没有乔鱼 没有这个孩子 我还是要和你分手 我略显激动 为什么 她皱着眉 一脸委屈地问 因为我没有办法忍受你醉醺醺的回来 身上沾染着其他女人的香味 我将声音拔高 使这话听起来更可信点 这是应酬不小心沾上的 我和她们只是逢场作戏 你要是不喜欢 我以后离她们远点 她急着向我解释 那乔鱼呢 她不说话了 停了几秒后才开口 那只是意外 周月 今天是乔鱼 明天还会有王鱼 李鱼 即使你能控制自己 但他们呢 我并不觉得我可以完整地拥有你 周月 你太好了 好到所有人都爱你 我死死盯住她的眼睛 努力压制内心的负罪感 将这一切编得合情合理 可你不爱我 我亲眼看着她眼神变得暗淡 最终垂下头 看到她这副模样 我也很心疼 虽然这些理由都是假的 可这里面没有我的真情实感吗 我一直相信周月爱自己 所以不在意那些女人的挑衅 可十年后 等我不再年轻 等我被生活打磨得圆润 抱怨一些琐事 我还能坚定地相信她只爱我一个吗 我从来不去问周月爱我哪一点 害怕问了之后 要时时维持她 要刻刻担心其他拥有这点的人 有人会为爱卑微到尘埃里 可我不会 时在和周月说开后 我准备搬出去 收拾行李的时候 发现没有什么要带走的 我摘下戴了七年的项链 把它和那枚戒指一同放在桌上 我帮你吧 周月接过我手中的箱子 一如当年 她将我送到路边 看着我坐上出租车 车子开始前行 她静默地站在路边 目送我离去 我看着前方 突然感觉自己是个身性凉薄的人 对她除了愧疚 再也没有其他感情 因为很快就要离开这里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选择在酒店度过 我收拾好一切 她躺在床上时 手机突然弹出一则消息 打开是我的导师发来的 她说我的论文有点问题 希望我明天可以到校看看 自认为这篇论文写的没啥大问题 我从博一就开始构思 中途不停地查阅文献资料 数据也是自己通过实验得来的 虽然疑惑 但还是回个 好 第二天 在去导师办公室的路上 乔鱼突然从路边窜出来 张开双臂拦住我 她整个人异常憔悴 眼睛红肿 明显哭过的样子 看我的也眼神阴侧侧的 让人很不舒服 有事吗 我自认为语气还算柔和地问道 刘思佳 是不是你说了什么 她才会打掉我的孩子 她一张口 声音哑得严重 眼泪也随之滚落 我只是和她提了分手 顺便说出你怀孕的事 至于她为什么要打掉你的孩子 你应该去问她 从一开始我就清楚 周月不会留下这个孩子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可我那么爱她 如果不是你说了些什么 她怎么会舍得打掉孩子 她捂着肚子 眼中恨意翻涌 仿佛下一刻就要扑上来 将我撕碎 接着她向我逼近一步 怎么不说话 心虚了吗 周围的人分分头来一样的眼光 我俩再次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乔渝 我真好奇 你的脑子是怎么考上清华的 建议你现在往西走 从西门出去过条马路 到对面的中关村女子人文学院 说不定还能拉高对面的平均智商 我不客气地回对她 乔渝是小我几届的学妹 我博一的时候她才大二 她的论文指导老师和我是同个导师 于是我平时对她有所照料 有几次周月约我吃饭时 她正好也在我身边 就顺便带着她一起 可能就这几次饭局 让她对周月起了心思 我只是追求真爱 有什么错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她竭力地朝我大声嘶吼 看着她一脸受伤的表情 我有些无语 自己顶着真爱的名头去当小三 结果得不到想要的 又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导师还在等我 我可没有时间看她表演 我向后退一步 拉开距离 乔渝 我提醒过你周月是不会娶你 留下这个孩子 你有能力抚养吗 生活不是小说 周月不是天良王婆的霸总 你也不是带球跑的小娇妻 我更不是阻挡在你们中间的恶毒女配 与其在这哭哭啼啼洗白你之三当三 不如多花点时间提升自己 毕竟你又有奶点配得上她 我希望她能明白这一切 可她好像完全没听 还是那副所有人都欺负我的可怜模样 不过眼中的恨意更盛 对此我只能摇摇头 我已严禁于此 再说可就不礼貌了 十一 等我到办公室时 导师已经在那里了 她见我来 开门见山道 我看过一篇和你这篇几乎一模一样的论文 听到这话 我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 即使真的有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 但那些数据 那些实验不可能完全一样 这样所得的结论就会不同 不可能达到一模一样 我知道你不会做出抄袭这种事 只是一周前乔宇给我看的 和你这篇差不多 我当时还惊讶她这么年轻 就能研究出如此有质量的内容 便建议她去投个期看 我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不能解决的话 估计会言辟 知道这个人是乔宇 心里大致有了底 我向导师保证 可以解决好这件事 然后就离开了办公室 我给她发条信息 准备约她出来谈一谈 比起抄袭本身 我更好奇 她从哪里拿到我的论文 毕竟这篇论文从未在她面前提过 消息发过去每一分钟 她就回我一个地址 以及一个房间号 估计是她住的地方 当我来到她给的地点时 想要敲门 发现门没锁 轻轻推开 就看见她浑身是斜的躺在地板上 我赶紧掏出电话打个救护车 就在这时 又有一个脚步声从门外转过来 我回头 看见来人是周月 她看着神色有些憔悴 下巴上有着淡青色的胡茶 你怎么在这 我俩同时问出这个问题 她告诉我是乔渝约她来的 并说自打胎后 乔渝的精神状态就不太好 经常给她发骚扰短信 每次拉黑她 她又会换个号码继续发 所以她最近准备换个新号 今天上午 我又收到一条彩信 是一张她拿着刀的照片 随后就是一串地址 说着周月将手机举到我面前 照片里她头发乱糟糟的 眼神空洞的盯着正前方 并拿着一把水果刀 笔划在自己的手腕处 确实像有些精神问题 我是因为论文来找她的 我也向周月解释我来的理由 她听到这 我心里一咯噔 论文不会是她给乔渝的吧 她确实是唯一可以接触到她的人 周月论文的事 我还没说完 就有两三个医生护士冲进来 他们简单地给乔渝做个处理 然后合力将乔渝放上担架 我和周月跟着一起去往医院 在救护车上 一位医生对我说 伤者腹部中刀大出血 已经陷入昏迷 不过好在小姑娘发现急时 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轻轻点下头 不过他们出车真的很快 现在据我打完电话不过五分钟 到医院后 乔渝直接被推进手术室 我和周月一起坐在外面 对不起 论文和我给乔渝的 我从很早之前 就有预感你要离开 所以偷偷打开你的电脑 将你的毕业论文发给她 如果她先写 出这篇论文 你可能会留下来 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 去修复这段感情 她说这话时 语气里有很浓的悲伤 不过我把论文交给她后就后悔了 我怎么能因为自己一己私欲 去糟蹋你两年的心血 她自责地看着我 随后又给我个放心的眼神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我正欲开口说 没事 手机响了起来 是120打来的 12 我们到现场了 请问商者在哪 接听后 对面传来一阵难声 我有点奇怪 救护车不是来过了吗 但还是把情况和对面说清楚 挂断后才知道 刚才那辆救护车不是我叫的 怎么了 周月走过来问我 没什么 我笑着朝她摇摇头 很快 乔鱼就从里面被推出来 然后转到普通病房 我让周月留在这照顾她 自己去联系她的家人 等做完这些 回到病房 走到门口时 听见里面有说话声 月哥 如果你不愿意娶我 那我就再死一次 是乔鱼的声音 她已经醒了 没想到她竟然想用死亡来威胁周月 那辆救护车应该是她叫的 我在门口停下 没有进去 乔鱼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娶你的 除了钱之外 我什么都不会给你 如果你在纠缠不休 我不介意走法律途径 好啊 那就走法律途径 我要告诉法官大人 你强奸了我 乔鱼笑了 笑得有些癫狂 乔鱼 你自己清楚 那晚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月的声音里夹杂着明显的怒火 听到这 我默默掏出手机 打开录音 要不是你给我下药 我怎么可能会碰你 你尽管去报警 最后看看到底是你进去 还是我进去 她不急不缓地说出这句话 乔鱼并没有因为周月这段话 而感到慌乱 相反她听后直接笑了起来 不过这笑声有些甚人 等她笑够了 停下来 那刘思佳呢 如果我告诉警察 是刘思佳拿刀刺的我 因为她发现 我的论文和她一模一样 所以她要找我理论 结果她生气了 一时冲动 拿起了桌面的水果刀 哦 对了 她的论文还是你给我的呢 她语调有些轻快 并拉长尾音 我已经和她说过论文的事了 如果你想污蔑她 我会动用一切手段还她清白 至于你 如果你能承担启动她的后果 大可是一世 我听到周月朝门口走来 躲避不及 恰好和她对上 周月见我站在门口 先是一愣 随后看到我手机中的录音画面 笑了 她伸手想要摸摸我的头 可却在头顶上停下 最后把手收回去 从我旁边绕开 现在这里就剩我和乔鱼 我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害怕现在进去会刺激到她 算了 让她一个人安静一下吧 后来乔鱼抄袭我的论文 被人爆出来 同时爆出来的 还有她插足他人感情 这里我的信息被模糊掉 她因作风问题 外加精神状态被学校开除 之后就没了她任何消息 顺利毕业后 我打算继续出国深造 林泽向我表白了 她说她喜欢我很久了 但因为我有男朋友 一直不敢说 我明确地拒绝她 并且这次出国我不知道 还会不会回来 没关系 我会等你 这是她最后和我说的话 不过我没有放在心上 林行前周月找到我 她再次把那枚戒指交给我 我想要还给她 她却说收着吧 留作纪念 万一在国外没钱 还能卖了她 她说这些时 眼里带着笑 整个人比之前开朗多了 像重获新生一样 对了 我换手机号了 重新认识一下吧 她拿出手机摇一摇 我们重加了好友 她的头像是一片纯白 最后拥抱一下吧 她微笑着张开双臂 我也笑着回报她 这是对过去的拥抱 也是对未来的拥抱 在国外的两年 每天的生活忙碌又充实 我和周月依旧保持着联系 通过她的朋友圈 我知道她卖了公司 开启每天养花种菜 遛猫的退休生活 最新的是三天前 她去参加一对新人的婚礼 她咧着嘴在镜头前比个 耶 不过她身后站的新郎 好像是林泽 他们成好友了 周月又更新了一条朋友圈 是一张从飞机上拍的新行云 本文真的完结了 女主和男主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男女主从小一起长大 即使不是恋人也能是朋友 男主确实还爱着女主 她最后也去找女主了 因为男主的性格 注定她不会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至于她们能不能在一起 这就留给大家自己判断 因为女主是只停留在自爱的阶段 再说明一下 真的是完结文 写这篇文初中是 如果两个人处在不同的世界 她们没有共同话题 长久以往 所谓的爱还能支撑她们走下去吗 所以我个人比较认可这句话 爱并非存在于相互的凝视 而是两个人一起望向外在的同一方向 女主从对男主的美好幻想中爱上她 再到幻想破灭 她从始至中只爱自己 男主对女主则是我爱你 因为这个人是你 但她因为工作要面对诸多诱惑 她是可以控制 但别人也能设计她 女二给她下药发生关系 这种事情以后还可能发生 女主可以理解 但未必能接受 更何况女主是个有自我追求的人 最后结局暗示的是 男主去找女主 为什么到这里结束 因为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她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 女主的性格 其实反映出她大概率不会接受男主 但男主会不停地为她改变 当然男主是越变越好 如果有一天 男主变成她理想中的样子 所谓的灵魂伴侣 女主也学会如何去爱一个人 也许她们会再次在一起 这就像年轻时 我们以为自己不会爱上任何人 就算爱也要设置很多标准 但有一天 有那么一个人出现 她不符合你所有的要求 但你就是爱上了她